他们都在哪呢? 这是1950年诺贝尔获得者费米在外星文明讨论会上冒出的一句话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费米悖论 如果说宇宙里存在外星文明 为什么我们探查不到哪怕任何一点点证据 或许有人会说 人类的科技水平非常落后 星际旅行对我们来说似乎还很遥远 更别说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外星文明了 可是人类的科技虽然落后 但强大的外星文明 为什么也没有主动地来地球与人类接触呢? 大家好,这里是大鱼奇谈 在银河系中 和太阳系相似的星系大约有数千亿个 类似太阳 并具备良好生态环境的恒星大约有520亿颗 而星球处于宜居带的也有数百亿颗 太阳在宇宙中实在太普通了 并不是唯一能够孕育生命的星系 无论我们站在宇宙的任何角度 比人类先进的外星文明是否存在 其实不需要怀疑 如果我们的文明达到星际文明的水平 或许就可以到其他星球一探究竟了 不久前 美国进行了一项研究 外星人为什么没有来到地球 研究显示 大多数外星文明或许已经灭亡了 在宇宙中曾经有过大量的外星文明 单银河系的致敬就达到十万光年 假设外星文明以光速穿越银河系 仅需一亿年便可以横穿银河系 这个时间和银河系的年龄相比十分短暂 而从概率上分析 在宇宙里有很多星球都适宜生命的生存 在这些星球里 大多数都比地球年龄要大 如果有生命体存在 也远超地球人类 银河系形成的时间大约在130亿年前左右 也就是宇宙出城的8亿年以后 科学家根据地球的演化推测 在银河系形成之后 大约40亿年左右 最原始的生命就出现在了银河系 而生命如果经过十几亿年的演化 就可以成长为智慧生命 进而发展出智慧文明 地球上生命的演化过程 完全符合演化规律 而这样的规律 同样适用于别的星球 毕竟整个宇宙的物理 以及生命法则都差不多 人体是由60多种化学元素构成 而这些元素在宇宙中非常普遍 这意味着很多星球上都具备构成生命的元素 宇宙最初形成时 只有氢和氦 随着恒星的出现 尤其是蓝聚星类的恒星 在发生核聚变时 会产生氧 铁等元素 超新星在爆炸时 也会产生其他化学元素 这些元素是满足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 如果我们根据生命演化规律来看 在银河系形成后的81年左右 外星文明就已经出现了 而这个时间段 太阳系才刚刚形成 地球还处于最原始的融融状态 如果银河系确实存在外星文明 那这些文明要比人类文明早五十一年 五十一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经过五十一年的发展 可以想象科技会到达何种恐怖的程度 如果给人类五十一年的发展时间 我们很有可能成为宇宙中的顶级文明 即使达不到宇宙级 最起码在银河系是顶级的存在 对于这样的超级文明 其科技力量可以探查任何星球 地球也自然不在话下 如果是这样 地球或者太阳系 一定会有外星文明的到来 即使从未与人类接触过 也应该在太阳系留下些许痕迹 而现实却是 通过科学家的探查 我们并没有在太阳系中或地球上 找到任何外星文明存在的确讨证据 即使收到过一些宇宙信号 科学家也不敢明确表示 那就是外星人的信号 这些情况显得很诡异 让人类感到害怕 为什么会这样呢 科学家给出两种猜测 其一 我们存在的这个宇宙是虚拟的 我们的技术 所探查到的一切都是数字化的 就像游戏一样 你探查到哪里 哪里才会刷新并展现在你的面前 而我们人类 也只是一些人工智能代码 其二 我们的世界及宇宙都是真实的 找不到外星人 只是因为 他们在没有离开自己的母星系 就已经灭绝了 科学家也认同第二种猜测 当一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 会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走向灭亡 到最后 没有一个文明 能够成为宇宙中顶级的星际文明 成为不了星际文明 自然无法飞出自己的母星系 难道文明的发展这么艰难吗 1990年 美国科学家提出了大过滤器理论 简单点理解就是 生命的演化需要经历很多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是难以跨越的鸿沟 只有跨过去 才有希望到达下一个阶段 而宇宙大过滤器 会将99.999%的生命都过滤掉 也就是说 当人类想要到达 可以殖民宇宙的时候 会有各种条件 阻止人类的发展 例如 地球资源耗光 但我们的科技 并没有达到 可以星际移民的水平等等 当生命 从单细胞演化到 拥有智慧文明时 越往后 所面临的难题就越多 尤其是最后的星际文明 或许永远无法达到 到底是什么样的难题 会阻止智慧文明向前发展呢 难道宇宙时刻存在各种大灾难吗 科学家经过研究后认为 文明的毁灭 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自身 生命从最原始的形态 到智慧生命 或许并不难 只要给足够的时间 和稳定的生态环境 都可以出现文明 可是 当这个文明出现科技之后 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人类文明一样 科技让人类文明快速发展 但同时 也给地球生态 带来了不可逆的严重破坏 如果破坏一直进行下去 几百数千年以后 地球或将不再适于生存 那时候 人类只能星际移民 如果我们的科技 还不足以飞向宇宙 等待人类的只有灭亡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 人类会使用何种武器 但是 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 人类会使用石头和木棒 一旦核战争爆发 那地球的末日 人类的末日也就来临 而爱因斯坦的话 对于大战后的情况 还是理想化的 要知道 目前全世界所拥有的核武器 如果爆发 那人类文明也将终结 除了战争外 人工智能 科学技术等 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如果人工智能 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情感 那人类也将无处生存 为了争夺地球资源 人类和人工智能爆发战争 而人类胜利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有人会说 外星文明 或许和人类文明不同 但是 大过滤器的理论的核心是 所有文明的发展 必定经历这样的过程 每个文明的发展轨迹 都差不多 整个宇宙的物理规律 都相似 假设大过滤器理论 是对的 那最终的结果 对于人类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比我们发达的外星文明 都无法达到星际文明 那人类有何特殊之处呢 发展到一定阶段 很有可能也走向毁灭的道路 不过话说回来 大过滤器也只是一种猜测 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 人类只能积极地 去探索未知的一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点订阅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